各位今天是2024年的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 王菊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 祝各位新年快乐 日本跟中国不太一样 他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 就把春节给废除了 就改成了阳历的新年 也就是元旦过新年 所以日本的大多数单位从昨天开始就放假了 虽然它的法定假期并不长 但多数企事业单位都会把个人的假期 跟自己的法定假期叠加在一起 所以会放的时间较长 一般来说都有5到8天左右的时间 多数日本企业都是在1月4号1月5号才开始上班 我们也会从昨天开始放假 放假一直放到1月6号左右 因为大家辛苦了一年了 也希望能够通过新年这样的一个假期 好好休息几天 我正好上个星期六做了一期直播 这期直播是总结的2023年的中国 做完直播的时候 我在想 元旦这一天还是跟大家闹几句 因为去年元旦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做了一期节目 给大家拜年 如果说那个直播 实际上总结的是2023年的中国 那今天的这场节目 我其实是想总结一下我自己 也包括我们这小小的团队 也顺便感谢一下在过去的一年 给我们各种帮助的人 我今天做完节目之后 回家打开电脑看了一下 我们过去一年的数据 在这里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王局拍案的粉丝数是55万 到今年的12月31号 我们差不多达到了113万 不到114万 差一点点 我们这一年增加的关注者 是60万06千 然后总播放量大概是2.5亿 这2.5亿中间 大概有6千万是短视频 我们长视频1亿9千万 这个数据跟去年比起来 应该说也大幅提高了 整个的播放小时数 这是3924万 这个数据跟去年比起来 也差不多提高了一倍以上 还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特别重要 就是唯一身份观看过 我们节目的人超过了3000万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 我一直说我们关注的数量 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不过也就只有100万人 但是真正你的节目 影响到了多少人 是取决于你的节目的覆盖面 也就是说你的节目的传播率 渗透率 那么在过去一年中间 有3000万个独立身份的人 就是说你不同ID的人 看过我们的节目 这其实还屏蔽掉了一个ID 有不同的人在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这中间我们自己也看了一下后台的统计数据 大部分人 应该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是来自于中国境内的 因为中国境内还有很多人下载我们的节目之后 通过语音来传播 所以这个数据我是特别看重的 就是我们到底这节目影响到了多少人 触及到了多少人 让多少人通过我们的节目 来了解到了一个中国的现状 这是我们的数据 去年直播的时候 1月1号 就是我一个人 这个节目当时在前年的5月2号开播 到去年的元月1号的时候 差不多是八个月七八个月的时间 当时还没有团队 就是我一个人 但是今年我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包括今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团队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对团队都有哪些人 首先我们有两个导演 一个导演平时就是剪辑王居派案 另外一个导演就是过去的时候是做播客 也包括剪辑一些专题片 但是因为今年去辅导 9月份去辅导 回来之后 这两个导演就一直在剪辑 我们辅导的这些纪录片 所以在辅导回来之后的两个月的时间 王居派案也是我自己剪的 所以这些导演直到昨天 也就是12月31号 他们还在加班 还在最后处理辅导的这些专题片 就是两个导演 然后还有一个制片人 制片人就是对整个这些节目 把关审看 统筹安排的这么一个人物 第四个人就是一个专职的策划 这个策划过去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合作了一段时间 去年11月份的时候来到了日本 这是我们团队的第四个人 然后我们现在播客上有两个人在工作 就是我们现在每周不是有一期播客的节目吗 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剪辑 还有一个人负责选题 也包括整个节目剪辑出来的审看 这两个人呢 他们都不在我们东京 一个是在日本的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人在海外 紧接着我们还有一个英语频道的技术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两个月之前推出来的一个英语频道 英语频道需要用AI转换的方式 把我用中文讲述的内容把它变成英语 为了让这个过程看着非常流畅自然 我们现在在训练一个英语的模型 然后呢让他口型 就让看起来是我在讲英语 那么这个里头就有一个人专门来做这个英语频道的AI视频转换 这个人呢 现在还没有在日本来工作 但是我们正在给他办签证 应该很快也就会过来 那么跟他一起配合工作的还有一个英语编辑 这个专职的英语编辑呢 那么他除了给我们做英语频道的英文最后的润色以外呢 我们今天可能还要推出一个英语通讯 又是有关中国内地新闻的英语通讯 大家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海外的想要了解中国的人 都是通过邮件订阅的方式 来订阅中国通讯 这个中国通讯呢 我们也看了一下 现在国际主流的这个做通讯的人呢 多数都是一个人 然后呢他们把中国的一些 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呢 用英语把它写下来之后呢 整理成一个通讯 然后用邮件的形式分发 这个呢我们看了一下啊 离我自己的期望值还是有一些距离啊 因为我们自己是做新闻的 又来自于国内 也比较了解中国 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 就明年我们也会推出一个英语的通讯 这个英语的通讯呢 将来也会一些机构啊 来订阅啊 那么我们 所以我们专门招了一个英语编辑 就是让他来做这件事情啊 除此之外 我们又在去年啊 我老说今年 去年我们招聘了两个纪录片的导演 这两个纪录片的导演呢 都是在国内比较知名的 在国际上也获过奖 拍过的片子啊 我自己一直有这么一个情节 就除了做王军派案以外 还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 更有历史感的作品 就是将来沉淀下来啊 可以给后人提供 记录这个时代 载体见面的 这么一个作品吧 所以我们专门招了两个纪录片的导演 这些导演呢 应该显然是不可能给我们赚到什么钱 但是我自己有兴趣 可能我们就愿意贴钱来做这件事情 我也跟他们讲了 我说我这个地方可能提供不了太多的收入啊 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我可以基本养活你 让你过上一个相对有保障的生活 然后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题材 你去拍好了 将来这个题材拍出来的纪录片呢 我们能卖出去 我们就卖 卖不出去呢 就相当于我们用团队 现在王军派案的这个钱呢 来负担了 来养活这些纪录片的导演啊 这是两个纪录片的导演 另外就是我们最近又入职了一个 行政的秘书 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搭建起来了嘛 有很多很具体的事情 就我们在日本 大家都不懂日语 我们在团队中间 没有一个人懂日语 所以最后呢 最近呢 我们就招聘了一个英语 学日语的一个秘书 他的入职之后呢 也终于让我们团队啊 开始有人懂日语了 平时接电话的时候 终于我们能听懂了 因为过去的一年啊 一来电话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说 日语不好吗 听不懂吗 怎么办呢 是吧 现在有了秘书之后呢 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 最基本的这些事物了 通通算以来呢 现在这个团队 已经有11个人了 已经说这个团队 出具规模了吧 想想去年 我还是一个人在往前走 现在呢 已经有差不多11个人 跟着我一起来做 那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的担子变得更重了 因为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就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事情 为什么最近几天 那法轮功举报我们这个版权 我还挺紧张的 因为假如说我一个人 他就是把我这频道关了啊 我重新开一下 其实对我影响并不大 我只要养护我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有11个人 跟我一起干的时候呢 我做很多事情 我就谨慎了 为什么 因为万一这频道关了 万一我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啊 所有这些人可能都会失业 他们都会失去一个 重新开始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不仅仅今后要替我自己负责 我还要对我们团队所有的人 共同的未来负责 这呢是压在我现在身上的一个 应该说是沉甸甸的担子啊 这是我们现在的团队啊 最后呢 我还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这个2023年都做了什么 这一年啊 因为虽然每天一期节目 大家滚着播出 但实际上从我们后面这种 这种状态描述 跟你们在镜头前看到的状态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我有几件事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 王老师 去了塞尔维亚 当时是欧盟啊 有个叫虚假新闻 这个他们打击的这么一个机构啊 邀请我们 邀请我们到那参加了一个 关于乌克兰的 反对虚假新闻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 邀请的就是全世界的记者 我们作为五个中文独立记者之一被邀请的 在那地方参加了一次会议 就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 这个城市我们从小都是耳熟能详 因为小时候看过那个瓦尔维亚烧热窝 这不电影吗 9月份 9月9号的时候去了一趟福岛 在福岛一共待了八天 然后一周之后我又去了一天 在福岛这八天里头我们拍了大量的素材 之后呢就一直在剪辑福岛的纪录片 一直到昨天还在剪辑 那最后的六部片子会在今天开始 1月1号开始 一直到播放到1月6号 那么我们整个福岛的纪录片加起来 就是我们八天去的福岛拍摄的内容 一共拍了15集的内容 这些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自己感觉我们今年做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福岛型 因为关于福岛的争议很大 国内的人就认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能排放 那么怎么办呢 平息这样的争议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现场去看 所以我们用了八天的时间在福岛 由外籍里最后进入到冬电最核心的区域进行采访 我们最后一集就是冬电一日 我在这里实际上可以大家稍微透露一点信息 就是在1月6号这一天冬电一日 就是讲述的我们进入到冬电最核心的区域进行采访的内容 内容还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这个片子就剪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一直对新闻现场有一种迷恋 因为你只有到新闻现场 你才能发现更多的事实 你才能体会到当地人 他们对这个新闻的那种感知 你就比如说辅导吧 我不到现场 我可能体会的永远是数字 什么排放量啊 什么那些辐射量啊 但你到了现场 你看那些经过了十几年 还回不到去自己的故乡 他们对故乡的那种眷恋 他们那种执迷 他们执意要想恢复那个疫情之前的生活 那无数的细节涌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对这场灾难的理解 就会跟你没有去现场之前有如此大的不同 因为你到了现场之后 你就会被他们的命运所打动 就会为他们的情绪所感染 就会被他们现在的生活所触动 这就是新闻现场对一个记者最大的魅力 所以只要有机会 只要有时间 我还会坚持每年至少要去一次新闻现场 我们去年去了乌克兰 今年去了福岛 明年去什么 我现在还没太想好 但是只要有机会 我还是会去 今天冬阴下雨 但是航班好像没受影响 我们要做护航去台湾 因为拿到这个签证的时候 票已经不多了 所以只能买到虎航这个航班 还没做过虎航 这第一次做虎航 好像是一个廉价航空 行李要单独付钱 就是这架飞机 然后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趟台湾 东京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外面这下雨 气温已经挺低的了 但是那次去台湾 应该说不是特别成功 因为我原本想在台湾 去看几个政党的总部 我只是在国民党的 一楼总部看了一看 其他那几个政党都没有去成 然后也想做一些人物采访 基本上也没有做到 也没采访到任何一个人 我就回来了 因为我知道台湾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的富旷 一方面它没有什么语言障碍 另外一方面台湾的政治制度 也包括的民风 跟我们现在大陆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异了 而这种差异是我自己本人非常感兴趣的 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采访报道 把这种台湾现在社会的状态 把它呈现出来 让更多的大陆人来理解台湾 了解台湾 所以尽管遇到了这样的障碍 我们还是要去 在1月6号的时候 我还会去再去台湾 一起来见证这次台湾的大选 包括在2024年 除了这次拍摄台湾大选以外 我还有好几次去台湾的计划 我希望能够在台湾做一下环岛行 同时我还想爬一次玉山 然后我还想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列一个名单 让当地的人帮我来联系 我在希望在台湾所做的人物采访 这个名单非常长 可能有几十个人 那接下来我可能要表达一下感谢 过去一年工作过程中间 跟我们这个节目有关的人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 我在过去一年 从全世界各地走到这里 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从国内招呼来的 有的还是我过去的同事 有的虽然不是同事 也是一个单位的 我觉得他们跟我一起到东京 干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 首先他们在我这里工作的话 要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姓埋名的生活 因为如果要是被有关部门发现 他们是在东京跟我一起工作 那我估计他们也跟我一样 就回不了国了 但是我可以不回国 我自己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们不行 他们的父母还在国内 他们还不能像我一样决绝 所以他们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跟我一起工作 第二就是我这个人工作很拼 就是个工作皇 每天工作平均10到12个小时 那不可避免我对底下的人 这个工作节奏就带的跟我的差不多 所以这些人过去这一年 跟着我一起干非常辛苦 所以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过去这一年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也都辛苦 这是第一部分的人 第二部分的人就是 所有给我们提供爆料信息的人 大家看王军判案这过去的一些节目 一年的节目 基本上都是做国内的内容 我可以在这里这么讲 我大多数关于国内节目的报道 都有人给我爆料 我有的时候要做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就会在网上说 希望有关部门的人 或者是跟着事情相关的人 给我发邮件 多数情况下 我发这些信息之后 就有人给我发邮件 有的人还会留联系方式 我还要跟他打电话来沟通 像我们做的那些东行的节目 比如彩票的节目 还包括EBA签证造假的那些节目 骗人的那些节目 都有行业内部的人 给我提供信息 我们的节目之所以看起来 跟其他人比起来 那信息含量比较高 是因为有无数的人 用他自己 他们的专业信息支持着我们 我想如果没有这些人 通过这种方式支持我们的话 我们的节目 不会受到这么多人广泛的欢迎 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人 尤其是这些人 在跟我们提供信息的时候 还多多少少冒了一些风险 你比如说像李克强 当时在上海的医院 去世的那个时候 那就是医院内部的人 给我拍摄的视频 给我拍摄的画面 传给我的 当然我们剪辑完之后 第二天他就给我说 参考剧你赶紧删了 因为有的人已经怀疑到我了 问到我了 结果我们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节目下架了 但尽管如此 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些人 因为没有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些信息 我们的节目不会这么好看 内容不会这么独家 相对来说 我们的内容 可信度也不会那么高 我知道有些人对 我那个2.3亿彩票那期节目不认可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 这期节目我是综合了彩票界好几位专业的人士 他们自己就是彩票业的职业人员 跟我的信息 最后我做出的这期节目 所以我自信这期节目是经得起事实方面的考验的 虽然说这个结论跟很多人的期待不一样 但我觉得在内容上没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节目的志愿者 我们这个节目从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志愿者 就是有人无数的人来帮助这个节目 没有人无私的帮助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也走不到这么远 直到现在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志愿者 比如说我们的字幕组 我们的字幕组现在的工作量比过去有下降 因为现在有OpenAI了 OpenAI的识别度就比较高 但毕竟最后还是需要一些日语的母语者 或者是英语的非常好的人员来校对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字幕组 这个字幕组的规模跟过去比起来下降了 降低了 但还是保留着一个字幕组 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节目要做场记 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凭借着自己的热情来帮助我们的节目 也包括我们的包装 我们实际上没有专业包装 我们的包装都是志愿者给我们做的 包括我们每期节目的封面 尾板的设计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推特上做的那些图片 都是包装给我们做的 他们都是志愿者 他们都是无私的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来帮助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 我们的节目影响力更大 最后我要感谢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王居潘岸的观众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 是因为赢得了观众对我们的认可 观众对我们的节目的认可之后 也给了我们的力量 同时也让我们也增加了私信 说句心里话 我们的节目直到去年的时候还在亏损 但是今年虽然说我们已经有10名员工了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 我们今年不会亏损了 我们已经盈利了 虽然盈利不多 但是我们已经迈过了最基本的 最初的所谓的生存期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后台的数据 就是我们有6500名会员了 虽然距离我的期望值还比较远 因为我们是今年5月2号开始推出会员计划的 我是一直希望我们能有2万名会员 我说到了1万名会员 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 到了2万名 我们就生活的还不错 是吧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 那么现在经过大半年的发展 我们有6500名会员了 虽然还没有到1万名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们广告分成的计划 加上会员的收入 我们已经迈过了最初的生存期 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也能活下来了 那你想想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 我们可以不需要向任何人谄媚 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自己足够的独立性 因为我们只要通过我们自己的专业的 这个新闻报道的方式 就可以赢得市场的认可 就可以赢得观众的认可 好吧 所以节目的最后呢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因为正是你们的对我们的支持啊 才能够让我们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抵御诱惑 面对那些人对我们的威胁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更加自信的对他们说不 也希望在未来的2024年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相伴啊 走得更远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祝各位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桥就是 三兰热窝 可能最有名的一个历史性的建筑 一次是世界大战的包裹走 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吃完牛肉面准备去民众党主播去看看 这条路啊 看着也是一个比较旧的社区 路上很多楼都很旧了 我觉得走到台湾的大街上 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 红维灯一过 呼啸而过的那个 他们叫机车 大陆叫做摩托车 真的是台湾的一景 我现在身后这个位置啊 就是古岛罗电站出事的一号机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号机组啊 那底子呢 当时也没在出事的时候 发生了爆炸 所以现在还能看到呢 上面是一片残垣断壁 现在施工的工人呢 是准备在这个残垣断壁 在外面呢 盖上一个铁壳子 把它这个放射性物质罩着点 就有点类似于 切尔多贝利和连弹的位置 我们现在 现在没水 因为现在就是那个什么是吧 现在因为这个就是 现在没在放水期是吧 对 放出が終わった 健全性能核に設備が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